大陸民航局从四月开始 就陆续发函给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不可以将台湾列成国家 必须标示为中国台湾 那么因为担心航权会受到限制 是有超过四十家的航空公司 最后都屈服将台湾名称给改名 不过现在也传出 交通部在掩拟三大招反制的招数 只要将台湾完全冠名成 中国的航空公司 未来都会考虑不能够再停空桥 而且会调整时间带 而如果名称是还保留台北的 则是会考虑减免降落的费用 以及设施使用费等等 而部分改名的外籍航空 则是可能会被改到台中机场来雇业 不过交通部人员也回应 目前的方案都还在掩拟当中 并没有确认详细的反制条件 之后还会再进行讨论